職工民秘書長李卓仁出席電台節目時指 市民罪不滿政府表面上聽取民意 但在多項政策上背離民意 他說立法會審議逮捕機制當日市民會再上街 所以我想其實昨天很清楚顯示一件事 就是市民的憤怒已經去到一個臨界點 如果政府強行在提捕機制強行來的話 7月13日我覺得市民一定會出來 也我們覺得市民要包圍立法會 去表示他們的不滿才行 因為這次不可以讓政府得逞 民主黨立法會議員張文光也認為 政府要立即撤回提捕機制草案 並重新諮詢公眾 我覺得現在的局面 必然是令到曾蔭權的管治受到動搖 尤其昨天民陣說有22萬人上街 即使用警方的數字 都是歷年裏面最高的數字 這個是絕對反映到民意很清楚 要求政府立即收回那個補選的草案 然後重新諮詢 自由黨主席劉健儀說 他亦不想要逮捕機制 認為不是最好的辦法 但為了防止議員再辭職 搞變相公投 他會先支持通過草案 然後要求政府再調教 如果有人承諾不玩 我們不會考慮這類法例 公民黨立法會議員余若薇反駁說 如果不想要逮捕機制 自由黨就不應該支持方案 他說會在13日 在立法會提出中止異讀辯論動議 香港風頻電視記者 張佩儀報導 至少都 會提出收回